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這次我想介紹給大家改訂版大家的日本語的第25課的文法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雨が降ったら出かけません 出かけません 這是不出門的意思 不出門 這次學信的部分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這個部分 振ったら はい 就在這裡 振った是這個是他形 他形加 な 原本是這個 有一個動詞 ふります 下 下雪下雨 ふります 有這個動詞的他形 他形加な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他形加な是 原本是應該是應該可以正確的說 說法的話 他形的 條件性 他形的條件性 但是我們這個25課之前 還沒學條件性 所以我們方便上 把它叫 他形加な 這樣子 把它看 看待就好 他形加な是可以表達 如果什麼什麼的話 的意思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 如果 如果 不講也可以 如果 怎樣怎樣的話 這樣的假設的內容 可以用這個說法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這一次的話 雨が降った 雨が降った就是下了雨 下雨 如果下雨的話 不出門 我就不要出門 那 那這樣的 我們叫做 這個我們叫做 寫在哪裡 這裡 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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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 假定 表現 我們把它叫做 瞬接 假定 表現 我們把它叫做 假定就是假設 如果這樣 然後這裡寫 瞬接 的意思是 瞬接的意思是 如果A的話 比較自然的 比較理所當然的 判斷 理所當然的結果 如果A的話 像這一次 大家 下雨的話 想不想出門 比較當然的是 不出門 比較自然 所以像這個 如果下雨 這樣子假設的話 我不要出門 這樣的就我們叫做 瞬接假定 那 等一下 還有相反的 逆接也有 那這裡 アメガフッタラー的 他心加ラー的部分 就是這裡 即使他心以外 還有 ナカッタシン也可以 ナカッタシン是 ナイシン的 他心 我們叫 ナカッタシン 否定型的 也可以說是 否定型的他心 所以如果不怎樣怎樣 不做什麼什麼的話的話 就用 ナカッタラ 那 譬如說 用這個來 造句 洞子他心來造句的話 這個也是洞子 還有一個造句的話 如果好好念書的話 可以進 可以進 好的大學 よく勉強したら 一大學に入れます 等一下 我就這邊 就 寫 去看這邊 看一下 然後 還有 否定型 比如說 如果不念書的話 沒辦法進入 好的大學 勉強 しなかった ら 勉強しなかったら いい大学に 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這次的這個 たら 用法 其實還有 不止動詞 一形論詞 那形論詞 名詞也可以 一形論詞的話 一句調加かった 這個就是剛好 現在 過去肯定型的 說法 這個也是 一形論詞的他型 然後 過去否定型 一句調加 くなかった 也是這個是一形論詞的 なかったし 那那形論詞的他型的話 だった 家だった 然後 なかった心的話 じゃなかった 然後名詞的話 じゃがだった 然後 じゃなかった 就這樣子 那 一形論詞 の他型的話 比如說 如果很好吃的話 請多吃一點 ね おいしかったら もっと食べてください ね はい おいしかったら もっと食べてください ね 然後呢 如果不好吃的話 ね 就不用吃 不吃也沒關係 おいしく なかったら 食べ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ね おいしくなかったら 食べ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所以 如果 A的話 這邊是Aね 如果A的話 中B 就這樣子ですよね まあ 這裡ね ちょっと翻譯 翻譯寫在這裡 好了ね 如果 A的話 ね ね あの まあ 如果はね 說不說都可以 あの まあ 不說也可以 ね 如果A的話 就B 就這樣子 ですね はい 那 啊 再來 ね 那型論詞 也看一下 比如說 交通方便的話 我想住這裡 ね 那就是 便利です 便利 那型論詞 便利だった 便利だったら ね 想住這裡 ここに住みたいです ね 啊 啊 交通がね 交通が便利だったら 交通方便的話 我想住這裡 交通が便利だったら ここに住みたいです ね 那如果交通不方便的話 我不想住這裡 ね 交通が便利じゃなかったら ね ここに住みたくないです ね 不想住這裡 ここに住みたくないです はい 再來 えー 名字ね 嗯 名字 比如說 如果是學生的話 ね 学生だったら 那就 比如說 免費 ね 如果是學生的話 免費 ね なんか 看電影 還是什麼 進入一個 展覽會的時候 學生的話 免費 学生だったら 無料です ね 無料 這樣子 ね 無料です ね はい 然後呢 如果不是學生的話 付費的 有料 ね 有料 ね 學生じゃなかったら 那 有料です 有料です 基本的很重要的文型,所以一定要保護 頑張得下さい 再來我們看一下文型2的部分 雨が降っても出掛けます 這一次的話出掛けます 就是出門 這一次的話 這裡有てしん てしん加も てしん加も 這個も 也是一種柱子 表示 這一次的話 你接 假定 條件 表示你接 假定條件 到も的用法 這個 も的用法 說法 是有些人把這個 把它 付到這裡 跟ても的連結 這樣子 解說的 教學法也有 但是我比較是 針對外國人學律文的 教學法來教的話 我們這個叫てしん加も 這樣子看待 那這個 てしん加も 然後 這個も 是表示你接 假定條件的も 的時候 就是剛好 剛才的 剛才就是 瞬接 假定條件 的表現 剛好相反 就是 其實 什麼什麼 就是這個部分 可以說 其實 什麼什麼 也 這一次的話 其實下雨 其實下雨 也要出門 也要出門 一般 下雨的話 大家想不想出門 不想出門 但是 逆接的意思是 就是比較意外的 判斷意外的結果 就是 不是理想當然 不是自然的 結果的時候 用這個 逆接 所以 其實下雨 也 我還是要出門 雨が降っても 出門 はい 像這個 就是 剛才的話 たしん 跟なかったしん 那這一次的話 てしん 跟なくてしん 是 ないしん たてしん 這個部分 動詞變化的 再變化的部分 的話 還有在別的影片裡面 介紹 請參考一下 那 反正 ですね 這邊就是 A 然後這邊 B 這樣的話 那翻譯中文 其實 A 也 然後 B 這樣子 就算 就算 A 就算 A 也還是 B 這個時候 てしんじゃも 或者是 なくてしんじゃも 然後 動詞 動詞的話 舉個例子 就算 我吃也不會發胖的 比如說 私は 食べても 太りません 這樣子 這是造句 我的話 吃了 就會胖很多 ですけど 就算 吃了 也不會胖 就算 吃 也不會胖 食べても 太りません 就算 就算 不吃 也還是 我會發胖 不吃 那麼多 あまり 食べません あまり 食べなくても 太り 私 あまり 食べなくても 太り ます 可以 這樣子 就是 それから 剛才 他ら 表現 一樣 一心論詞 那心論詞 名字 也有 一心論詞 提醒 一句 調教 食 所以 比如說 就算 很熱 也請 不要 打開 冷氣 暑 でも 暑 でも 冷氣 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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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熱也還是要請打開 暑くなくてもくらをつけて下さい 當然這個表現的時候 像這個部分比較常看到 剛剛我暑くなくてもくらをつけて下さい 這樣的造具也可以 出現的機率比較少 但是還是會有 還有比如說 就算很方便 交通很方便也我不想住這裡 剛才的相反 就算這裡很方便也我不想住這裡 便利 交通が便利でも ここに住みたくないです 就算不方便也還是很想住這裡 我住在這裡的文化非常喜歡 這個地方的文化 這裡的食物我非常喜歡 所以就算這裡 交通不方便也我想還是住在這裡 交通が便利じゃなくても ここに住みたいです 可以這樣 再來 比如說 那名字何がいいですかね 比如說 就算是外國人可以考這個考試 例えば 考考試是試験を受けます 所以 這個考試 この試験は 外國人でも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受けます就是考考試 所以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那還有 外國人換來 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也可以考 就算你不是日本人也可以考 其實講的意思一樣 一樣 この試験は 日本人じゃなくても 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像這樣子 提心可以放在這裡 いいです いいですか 那這個呢 我們現在學的就是 就是這個 逆接 逆接 假定 條件 表現 那其實呢 這一次要注意的是 不是假定也 已經 已經 現在已經發生的狀況 也其實可以用這個 文型 那個時候 中文的時候 可以用水蘭 對吧 水蘭A 但 怎樣 對吧 對 雖然 很窮 但是 喜歡 現在的生活很快樂 那就是說 這個 大話我就寫 貧乏 貧乏 なしのつ 貧乏 貧 でも 貧乏 なしのつ でも 今の生活が 楽しいです 今の 生活が 楽しいです 可以這樣子 就算我 雖然我現在很窮 但是 現在的生活很快樂 可以這樣子 講 所以 即使不是假定也可以用的 這個 てしんちゃんも 的用法 或者是 なくてしんちゃんも 的用法 所以 剛好 他しん 跟他しんちゃんら 的表現 剛好 相對性的表現 所以 兩個都好好 請大家 好好把握 はい 我們最後 看一下 普通的地方 A3 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ミラーさんが来たら 出かけましょう ミラーさんが来たら 這裡有 来たら 其實這個是 一樣 他しんじゃら 這個是 文型衣一樣 但是 這次的 他ら 他しんじゃら 的部分 跟文型衣用法 有一點不一樣 先 這邊 先翻譯一下 出かけましょう 出門 八 這裡的話 可以翻譯一下 出發八 出發八 はい 那ミラー先生 ミラー先生 這裡 kitarra 如果來的話 這樣子翻譯嗎 但是 ミラーさん 我跟ミラーさん 已經約好了 他朝晚一定會來 剛剛的 第一題的話 雨が降ったら 雨が降ったら 出かけません 這個是 會不會下雨 是不知道 但是 假設 下雨的話 這次 ミラー先生 會不會來呢 一定會來 早晚會來 那這個是 不是 假定的條件 未來 確定 會有的條件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這次的用法是 這次のたら 的用法 這次のたしんじゃら 的用法是 瞬接 確定條件 確定條件 我們可以叫 把它叫做 確定條件 早晚一定會有的條件 ミラーさん 這次呢 所以翻譯的時候 一來 ミラー先生 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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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到 我們 就 出發 就這樣子 一來到 就是 この キタラ 的部分 一來 到 我們 出發 這個時候 不用防疫整 如果 就是 一 一做什麼什麼 とか 一做什麼什麼 就什麼 或者是 做什麼什麼 之後 可以這樣子 這一次的話 不是假定 未來 一定會發生的條件 那時候也可以用 たら 像這個 到了 車站之後 你打電話給我 我會去接你 所以 你到了車站 之後 你打電話給我 到車站 是早晚一定會 駅に着いたら 電話をかけてください 二十歳になったら 留学したいです 我一到二十歲了 我想去留學 那二十歲是 比如說 現在十五歲的話 五年後 就是一定會有二十歲 現在十歲的話 十年後 一定是二十歲 所以 這個也是 確定的條件 未來一定會有的 這個也是 開車を辞めたら 這次公司 這一次的話 退休的 離開公司的意思 離開公司之後 我想住 鄉下 這個也是 現在 現在 比如說 五十八歲 那再兩年 或者是再七年 就是一定要 離開公司 離開公司之後 我一離開公司 我想 想要住 鄉下 因為現在為了 上班方便 住在都市內 但是 不用上班了 那就是 我想 住在鄉下 像這樣子 就是 就是 たら的用法 這個 不是假設的 假定的 就是 未來一定會 就會有的一個 狀況的 たら的用法 所以 たら的用法 看 繪畫的裡面 句子裡面 判斷 是假定的 條件的 たら的用法 還是確定的條件 たら的用法 這個自己 要判斷 はい 那就這樣子 二十五課 はここまでにします 那大家的 日本語總共五十課 我們已經學到了 一半了 繼續加油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さようなら 就像黄色 九似 九似 六課 七千三 五課 九似 五課 非常 十五課 五課 五課 四課